Hello, 大家好, 我是 Isaac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軟軟軟香噴噴 好吃到提不到口的香燜豬軟骨 喜歡吃肉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我們把解凍好的豬軟骨切大塊 大概兩三隻手指粗 然後我們就要洗豬軟骨 首先把豬軟骨清洗一次 清洗完之後就把水倒了 然後放幾匙鹽 用鹽來洗豬軟骨 鹽是為了拿走豬軟骨的血水 用鹽洗了幾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水洗走血水 現在可以撿好香料 有八角、香葉和花椒 還可以放些桂皮 如果喜歡辣的話 還可以放些乾辣椒 少量油爐鑊 油滾了之後就放薑片去爆香 然後就放豬軟骨去炒香 炒到它表面變成白色 現在可以放些香料 再加入一匙蠔油 柱頭醬 放些生抽 少許老抽 兩顆冰糖 然後再翻炒 炒到豬軟骨上色 豬軟骨就開始入味了 然後把豬軟骨轉去煲 加水 加到差不多 蓋過豬軟骨 蓋上蓋子就開始炆豬軟骨 大概要炆三小時才可以炆軟骨 炆的期間 半小時至四十分鐘 我們就要檢查一次 會不會乾水黏底 如果乾水的話就要加水了 我就一共加了三四次水 其間加水有個秘訣 就一定要加滾水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話 煲才會一直炆 好了 炆夠三小時 我們可以看到 軟骨已經變了透明 肉都炆軟軟軟 還有些豬軟骨的油都炆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這樣炆出來的豬軟骨非常野味 軟骨還可以輕鬆咬爛 有豐富的鈣質 還一點都不油膩 用來送飯、炒飯、湯粉麵 都是一流